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在疫情之下都會更加注意個人衛生 現在就讓我在這裡給大家更多防疫貼士吧 去片 上學之前記得確保自己帶齊防疫用品 不少得的有 酒精搓手液 三幾四個的口罩 和消毒濕紙巾 而上學之前記得要量一量體溫 如果發燒或者不舒服的話 就千萬不要上學 和趕快去看醫生 回到學校 除了在樓下 先量體溫和用初手液消毒 在某一些公共設施和用品之後 例如樓梯的扶手、門柄、圖書等 雙手避免摸眼、口和鼻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雙手究竟沾上了什麼病菌 記住都要為雙手清潔或者消毒 和同學之間也要保持社交距離 特別有需要在小色進食的時候 為了防止飛沫傳播的風險 都是不要在這個期間聊天 如果當你發現你佩戴的口罩濕了 或者你認為有需要更換的時候 記得要盡快換上一個新的口罩 去保護自己的安全 在乘搭交通工具的時候 少不免會接觸到扶手 而這些公共設施一般都有很多人摸過 所以大家不要用雙手接觸我們的眼 在離開之後 謹記要用初手液去消毒我們的雙手 出家回到家的時候 脫下的口罩應該立刻徹底洗手 不少得的 是要金碗 剩下的衣服 把你先前穿過的衣服拿去洗 可以的話我建議你去洗澡 至於書包 你出家用的袋和對鞋 可以用消毒劑消毒一下 以上幾點是防止 將外來的細菌帶入家 注意個人清潔之餘 家居衛生也很重要 我們要 打開窗戶保持空氣流通 保持洗手間清潔 坐牽無論不用時 同如此後都要蓋好刺板 先蓋下刺板 然後沖刺 避免細菌隨著水珠淺起 去水位的地方 例如浴缸或棋缸 都要用蓋蓋住 垃圾放入有蓋的垃圾桶 氣吊的口罩要包好才丟進垃圾桶 定時清潔日常物品 例如電視遙控器 開關鍵等等 最後不少得的 當然是勤勤洗手洗手再洗手 記住是要徹底清潔20秒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